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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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吸收中原传统文化的精华 和南朝风格的艺术营养 成为中国佛教美术史上的一个 富有革新精神的光辉时代 北魏前期的墨高窟 是中心塔珠窟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西魏时代 墨高窟窟行革新的第二次高潮到来了 也就是从中心塔珠窟向方形覆斗顶窟 和方形覆斗顶禅窟变化 第285窟就属于方形覆斗顶禅窟 这种窟行的出现 正是当时南中易礼北中禅行思潮 开始向修禅隔异并举的信仰模式发展的反应 而在洞窟南北两壁上 开导的八座小禅窟 又适合僧人做禅观像 这一时期的洞窟中 除了原有的传统题材外 还增加了新的 前所未有的内容 既有佛教题材 也有中国传统的神话和道家题材 甚至还有源自希腊的诸神形象 同时除了表现神的世界外 这一时期的壁画中 出现了大量的描绘自然界和世俗生活的内容 使得这一时期的洞窟显得溢彩分成 璀璨夺目 在洞窟北壁 保存了大代大卫大统四年 遂次物武八月中旬造 和大代大卫大统五年 五月念一日造起的末书题记 由此可知 此窟建造于公元538年至539年 这是莫高窟最早的纪年提记 为莫高窟的石窟断带 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除此之外 在供养人提记中 我们清晰地看到 有华黑奴、史崇基等人的姓名 还有何姓女供养人 丁姓女供养人 都是与华姓男子为一家人 这些供养人 可能来自本地的苏特人居落 这里的史崇基 当来自苏特史姓 核姓供养人 当来自苏特核姓 而华黑奴 则是与苏特人关系密切的燕达人 苏特人是古代活动于 中亚阿姆河与希尔河之间的 泽拉夫上河流域 以撒马尔汉为中心的各部族的统称 我国史书记载 主要有康、安、史、石、米、河、草、火巡、物地 九个小的国家 即所谓朝五九姓 苏特人在汉唐期间 沿丝绸之路一路东行 宜居中国 入华定居后 便以国为戏 善于经商 以利为首的苏特人 为了能立足于当地社会 常常采取与当地权贵联姻的方式提高地位 而北周至隋唐时期 苏特女子的胡服已被滥用 变成下层社会歌舞燕九的胡姬形象 而定居中国的胡人贵族妇女 却热衷于中原南朝的汉族妇女服饰 因此画面中的女子 上身着娇领大秀儒 下着剑色条长裙 裙上还穿有当时贵族妇女 华龟非烧的龟衣 从供养人画像可以看出 西魏时期 河西地区已经有苏特聚落存在了 同时一些史料和研究表明 入华苏特人在信仰仙教的同时 也信仰佛教等其他宗教 在苏特文古信扎米氏的信中 有敦煌寺院的记载 有一段大意是这样的 我活得很悲惨 没有衣服 没有钱 我想借钱 但是没有人同意借给我 我依靠寺庙僧侣的施舍 他们对我说 我会给你一头骆驼 一个男子会陪着你去 路上会照顾你 但愿他带我这样 直到你寄信给我 虽然不能断定 这所寺院中有苏特僧侣 但至少显示出 当时敦煌的苏特聚落 与当地的佛教寺院之间 发生了遗迹 并建立了一定的信仰 所以 第285窟这样大型重要的洞窟里 出现苏特人 我们并不觉得奇怪 好的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我将继续带领大家 欣赏第285窟 看看苏特人参与迎建的洞窟里 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